我们来期待是哪六个呢 因为他那个组太强了 他们这一组好难选 大哥们都在里面 他们是一个新闻人 他是一个成熟的 一个有名艺术 像翟莫凡这样的艺术家 在今天来看其实是蛮难得的 老孟哥的技法已经非常纯熟了 15天 他花了很多年 技法上确实是没得跳 他的组员里面专业水平都非常的高 在我看来应该是这五个队里面 综合实力最强的 就是有一种神仙打架的感觉 咱们组的人 至少都有比较强的专业背景 我其实是希望能够带给观众 我们这一行的专业的水平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比较期待陈朗木的作品 有请第一幅作品 雾面油画 后台 原作画家陈朗木 像是一个庞然巨物过来了 放出来了 这声音就很吓人呐 感觉是个什么装置要来了 我这啥玩意 陈朗木的吗 陈朗木 零耳朵 把游艇搬来了 大家伙来了 要两个才能运过来 这阵仗 这么大 滑破天际吧 接下来我想请四位艺术家 代表上台读画给我建议 留下还是离开 他一直的风格也是在推空间 他的空间感的营造会给人一种很神秘 很向往的一种感觉 这张作品是他四天之内完成的 我就真的不想说什么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个 他的 哎 没法说了 只能说很棒 来来来 下一位吧 我们回到画面本身 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巨大的帷幕 和画面中的志林哥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他会加深这个后场的紧迫感 他具有影视张力 他更容易把观众带入到这个画面之中 这是我选择留下的原因 谢谢 很极端的造型能力 和空间拔空能力 下面我们要请原作的画家出场 中维虎 很有气场 大家好 我是陈老木 我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做后台 这幅作品的志林哥的形象呢 来自于志林哥之前的一场秀 我觉得志林哥在那场秀当中呢 不仅仅是一个表演者 让我觉得他是 对那个舞台的一种设计者和掌控者 所以我将那个舞台呢 作为一个延伸 然后我把舞台前灯光璀璨的 这样一个志林哥的形象 所以我将那个舞台呢 放置在了舞台幕后的 这样一个场景里 我记得之前志林哥好像说过 一个人上台之前 一定要有最好的状态 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 对 所以这句话可能 印象让我比较深刻 这个利益也很好 对啊 上台前的一刻 幕布背后的故事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画画的人来说呢 就经常要面对画布 那这个画布可能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就像这个舞台的幕布一样 志林哥的这种形象呢 它可以是代表着志林哥 然后它也是代表了我 以及所有在场的这些选手们 时刻准备着走向舞台的 这样一个状态 谢谢 可能艺术家平时也是 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幕后的 就很少只有展览的时候 可能走向那个台前吧 然后这个节目呢 可能是艺术家的第一次 就是说要出现在电视荧幕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种感觉可能也是 我自己的感觉 对 这么直接 我喜欢他了 丹总 你觉得呢 因为这幅画就太糊了 太糊了 这幅画的画名应该就叫 我让你知道 知道谁是你的哥 是不是 就是别扯那些 我就是能画 对吧 非常的狂 非常的厉害 感受那些 你说他这么狂 但画了一个这种后台的内容 又是从最狂到最近的那种融合吧 我觉得捕捉得非常的准确 我太喜欢这幅画了 就是非常非常强 好 谢谢 作为你的同行 特别能理解你 就是当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他用的是一个非常的 就低角度 低角度 低角度 大广角 然后呢 在上面有一盏灯 是我们工作场景里 最习惯的一种灯 另外呢 这么大的一个场景 这个空间里面 只有一个小小的你在那里 我看到了那种孤独感 在大幕拉开之后 这个人的忐忑 和所有要承贪的 那个压力感 我们都能感受 然后大幕一拉开 你又要笑对一切 笑对人生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要留下 谢谢 发到他们心里 几天的时间呢 画一幅两米八成 两米的作品 真的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那这幅画呢 我觉得它最打动我的 就是它的空间感 在那个舞台上面 我们就必须抱着那种 敬畏的心态 演艺路上真的等候了太多 太多时间 去等待一些机会 让我们在舞台上面 发光发热 所以我觉得这个 很有那种感动的感觉 在里面 我觉得看见它的时候 会让我有更多的沉思 就是后台的时候 的一种状态 然后让自己反省 怎么让自己就做得更好 我觉得在我自己组啊 每一个都是我心头的爱 那我这个展的那个标准 我觉得还是要 首先就是能 看动我的自己的一个心灵 就是有一个颤动在里面 其次当然他们的画功 而且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都必须要清楚 这是我的一个原则 陈老师 真的利用这个形象 让我不但是看到一个后台 就觉得看到自己的人生的很多过去 让自己懂得怎么一个人 去面对一切 我觉得这个寓意好深好深 所以我 必须要把我的邀请卡给你 让我继续向你学习 谢谢你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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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玲老师 看画角度和选画角度来看 真的是非常有眼光的 就像他们组 这几位拳手都非常有实力一样的 一个最大一个最长 这位更是重量期 如果老实话应该不用平吧 直接进吧 泳哥排面是已经走起来了 请画家开始发表观点 我觉得游泳是一个手 特别特别巧的人 就是巧到他可以用油画这个材料去画一个中国画的一个内容 其实他就是在这张画面前证明了你坚信什么材料真的是无所谓的 就是这个画家的眼脑心在同一线上 然后传达出一个非常妙的作品 其实他这个画有一个独特的点 它暗含了中国传统山水的一个点 就是一定要继承 就从最左侧的那个山的话 它有明代的无冰那幅十面灵壁的那个气韵 然后再往右边整个这个平的山呢 有肖像图的感觉 它可以把很多种风格揉到这一幅画面里面 整个体现了一幅国画山水的那种气韵 特别好 我们学习了 好喜欢啊 不行啊 不喜欢啊 下面我们要请原作的画家出场 又来一个让你知道谁是哥的 我们这些搞艺术家真行啊 这搞艺术家在这欺负小孩真行 你是艺术家是故意的吗 你是故意的吗 大家好 我是游泳 我拿到这张画的题目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路历程 我要阐述一下这个过程 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我坐在那个山上的时候 然后我观察你们下台的这个过程 然后我看到你已经下去了 但是你意识到奶奶在后面 然后你又退回来 帮助她走下这个台阶 我觉得那一刻让我感觉到了温暖 那个温暖转化到我的画面里 我想表达的是人际关系 就是人和人之间 应该用什么东西去象征这个东西 然后正好呢 我又在你名字的那个林字上面 找到了这个象征物 这个象征物就是雨 你用了一场温柔的雨给了奶奶 这个是我为什么选择画一场 一场雨的一个原因 解说得也太妙了 不错啊 很棒 通过一个名字 通过一个小小的东西 可以画一个很大的作品 最主要是永哥肚子里有东西 它对中国话超级精通 我本来想画一场竖着的雨 但是竖着的雨 不符合零这个概念 因为零这个字 我后来查了一下 是必须要下三天以上 这个时间它是有规定的 如果下不到七十二个小时 是零 它就不算零 所以就是我还是用了长卷 因为长卷它会打破时间 太妙了 直接给了吧 智琳哥 这个是一个暖风雨的一个封面 这个封面的雨下得非常狂暴 然后天上的雷电的声音 我就用山海精里面的雷神 和它身上有一圈鼓 就打鼓来象征这个声音 因为我想表现这个雷雨来的感觉 所以还借用了一些山海精的一些形象 包括后面的这个雨湿 因为我现在感觉到情绪这个东西很像雨 我们时而在暴怒之中 再过了一段时间 它又回到一种云卷云梳的过程 然后又到了淡雅推得很开的一种 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里面 就这里我希望这场雨是给你的一封信 是你在自己家里面坐着的时候 看着这幅画 可以想象你怎么样对别人 怎么样安抚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我希望是一个这样的功能 放作能力已经强这样了 看大家都非常专注 像在听课一个 对 是吧 对 我觉得我将来得记笔记在这里 说散 真是说散 就他说话就会给人这种感觉 就会进入他的状态 真的是有听课的那种感觉 对 我现在脑子都有点空空的 但总 当初没有抢到 会不会觉得有一点 不爽的感觉呢 那没有关系 那 就是这个艺术到最后 得不到的时候 最安慰自己的一句话 就是看过了就是你的了 对 好的 所以我们当老师知道 要直到毕业生 你说三四天完成一件作品 几乎不可能 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种潜力 那以后我要求我的毕业生 要加快点速度 卷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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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老师 我非常羡慕张老师 但是我很高兴 这张画属于 他的收藏的一部分 我今天要说的是 说给所有你们这些年轻的艺术家 希望你们从游泳老师身上 看到了一个 中国当代艺术家 可以有的气质 不分中西 他画油画的 但是能把水墨画到这样的 淋漓尽致 随手拈来 中国人的文人艺术 没别的 就是你得 胸中有墨水 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 最重要的意义 真的 我非常的感动 就是我们看到 不同世代的艺术家 能够在这里 能够在这里 一起成长 太酷了 太酷了 彼此棒 平日董 你可以啊 你很棒 加油 碰住我 你 你们是最美的 给自己鼓掌吧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觉得听完 尤勇老师的解读 我觉得是跟他的作品很匹配 没有过分的解读 也差到好处 真的从他的一眼一距里面 就是看到那个画里面的 所有呈现的东西 特别的有感觉 那个空间感 哇 你真的是大师 尤勇老师 不敢不敢 他们主持率太强了 没得说了 我刚刚真的在台上 差点想跪下来了 看他那一张画 真的好好啊 我觉得姐夫画 有一点画到我心里面的 一个状态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他的寓意 有一点像那个实践 我做完那个作品之后 那个时间就停留了 然后就永远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我很喜欢 石老师的整个风格 很有一个画家的一个 强烈的个人的风格 我非常愿意在我的展位里面展示 所以这个邀请卡我必须给你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最后一张票了 天哪 只有一张 怎么办呢 到那之后怎么办呢 很难呢 好难哦 我觉得太残忍了 太残酷了 他们这组 张志玲现在很难做选择 他现在肯定要纠结死了 他现在肯定要纠结死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